欢迎回来继续Focus观察从2023到2024 中国的经济无法提速 也很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财务危机 那么大型的房地产集团纷纷出现问题 而怎么样重振经济的龙头房市 北京从今年1月一直推出新政 像是我们Focus过的融资的白名单 取消限购令 鼓励旧屋换新屋等等 而最近再由人行推出了降头期款 取消房贷利率的下限 甚至拨款3000亿人民币 让地方政府能够去买乘屋去化库存 这些叫做房市组合权 虽然让看物的人潮增加 房企股价回升 但是乐观气氛在这个周一就出现跌势 那么专家看法是刺激力道还不足 以及经济信心太低迷 所以房市到现在已经进入一年的快一半了 在中国提振不起来 中国各地方房地产销售近日终于迎来 魁违已久的人潮 不论是新城屋或二手房 赏屋民众都有所增加 原来可能一周可能只有两三个在看 现在我们一天就有三四周在看 现在北京的政策 特别是对我们购房的这个信心 是已经有很大的促进 这些让市场信心一振的房市政策 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上周五宣布 调价民众购屋的投期款比例 取消房贷利率下限 同时设立总额3000亿人民币的 保障性住房再贷款 协助地方政府收购卖不掉的库存房屋 改为出租用的保障性房屋 收购存量商品房作为保障房 使开发商的商品房能够顺利实现其价值 另一方面增加了保障房的供给 满足了更多被保家庭的需要 取消贷款利率下限的同时 官方也为房贷利率调降 开启绿灯 官媒披露 多数城市近期将陆续下调 房贷利率0.3到0.4个百分点 就供给车来看 通过国有企业收购存量住宅和土地 将有利支持房地产企业增强流动性 就需求车来看 通过降低首付比例与降利率 将鼓励居民入场 尽管政策推出当天确实带动了上海深圳股市 小幅上扬 但乐观情绪维持不了多久 周一在港股大盘小涨做收的背景下 多知房地产股却仍跌跌不休 房地产数据更是持续探底 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百分之九点八 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 两亿九千二百五十二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百分之二十点二 新建商品房销售额两万八千零六十七亿元 下降百分之二十八点三 中国七十个大中城市的新屋房价 四月跌幅更是持续扩大 就连二十房的房价也难逃下跌趋势 这种看不到尽头的消极市场气氛 站在第一线的房屋销售人员最有感 那目前市场之下客户对于购房的心理是非常谨慎的 那只有那些没有特别大缺陷的项目 才会让客户毫不犹豫的去购买 而这些愿意出手买屋的客户 也大多集中在发展情况较好的大都市 反而是库存比例更高的中小型城市 迟迟等不到春天 房市发展加倍失衡 上海啊合肥啊成都啊杭州啊 它背后的一个逻辑是很清楚的 这些地方都是因为年轻人是比较多的 这个就能够解释啊 当前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逻辑 就是说年轻人因为他是因为刚需 他必须得买 房地产市场当前大多只吸引到 一定要买房的年轻人进场 为了让更多已经累积到一定资产的中年 消费者也投入房地产市场 不少城市想出新招 鼓励有壳足以旧屋换新屋 老朋友认购了新的楼盘之后 在几个月内约定时间 他如果老房都没有卖出去 他可以无人的退款 对于双方是过赢的 但这种房屋旧换新 仍建立在二手屋能够卖得出去的前提下 在房市需求不够畅旺的中小型城市 一样难以推进 这个白名单的房地产项目公司资源申报 此外不论是当局早在1月就推出的 房地产融资白名单 或者近期的买库存房屋转为保障性住房政策 都出现哪些房地产企业可以获得融资 哪些库存房屋能够得到当局收购的政策 选择性执行等问题 也让官员与房地产企业彼此黑箱作业的空间随之增加 我不是很肯定的效果 这计划是否定的 如果政府的勤力是否更加保障的房地产股 这些房地产股 它可能会需要很多带领兆的银 去买房地产股 但似乎所有的资源支撑 这些房地产股 学者坦言当前人民银行拨款仅3000亿人民币 对于房屋库存区化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更重要的是人们对经济前景信心不足 房地产需求提振不起来 再多的政策组合权也很难看得到效果 摩根士丹利与摩根大通都直言 新措施无法刺激大反弹 房地产市场的底部恐怕还没来 TVBS新闻综合报道